大家好,我是林氏碧孔医师 欢迎来到今天的日本旅游情报展 今天这集会很短 因为我星期二 通常都会在Clubhouse录音 那这个星期二 因为我去台南 奇美博物馆一趟 来不及赶回来,所以没有录音 那这个 现在就,这几天有一个消息 我想直接用录音的 我自己录音的,不是在Clubhouse 赶快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发现 进入八月之后 我的脸书粉专又可以投票了 这个功能又回来了 那我就觉得 他回来,因为我脸书粉专人比较多嘛 已经107万人了 那我就想赶快我们 再来投投票 那正好最近 我七六月初的时候 不是投过一次 信用卡的投票 那那个 信用卡跟电子支付一起投票 在社团里面投 那两千多票 投了两个礼拜左右 投完票之后 其实发生了一件比较 重要的事情 那大家 投出来的第二名 其实跟第一名 票数没差很多 就是这次投票 就是玉山雄本雄卡 跟联邦集合卡 几乎是并列第一 大家都很喜欢 那可是我那时候就 一直有跟大家讲 有一个风险 联邦集合卡 其实八月以后的活动 他一直都没有公布 他是直到 七月 好像是三十号 还二十九号 才终于公布 跟半年前一样 半年前他也是 几乎到最后一刻 他才公布了 接下来的活动 我那时候 其实心里 就有不祥的预感 假如是不错的活动 他其实可以早点公布 其他的信用卡 大概都这样 没有人那么晚的 果然不太妙 他真的又改低了 即去半年之前 他已经往下国内国外 各降低了0.5%之后 8月开始的 这个到12月底 今年底 联邦集合卡再度降低了0.5 他的国内跟国外 都在降了0.5 所以他原本是一张 前半年 是国内消费1.5% 国外3% 那加码之后 加码大家知道 就是用Apple Pay 然后绑Quick Pay的 这种消费形式 他可以给你加1.5 就是到4.5% 那当然这有上限的 可是上限很高 几乎刷不完 原本是一张 大家很不错的卡 你看投票 那么多人支持他 可是他让大家失望了 其实我不讲太多了 因为联邦卡 有三张卡 同时都改二了 就是同时福利都缩水了 大家自己再去研究 还有什么Live Bank卡 什么的 可是因为 跟日本旅游比较没关系 我就不提 大家自己去看 那所以 我就觉得 那假如我们再发起一次投票 不知道 他这次会第几名 我觉得他 商号是还没有太 一定要到减卡的程度 对我来说 因为我觉得 其实联邦也不是笨蛋 他评估过 即使他在减0.5 那我跟大家讲过这张卡 其实他现在对我存在的价值 其实就是Quick Pay 因为这个Quick Pay 其实相对还蛮多地方可以支援 那4.5%跟4%有没有差 我相信他们一定评估过 他们有看到 其实市面上 目前4%以上回馈的产品 是有 没错 有几个选择 可是他们觉得 应该还是 有一定的竞争力 就像最近 很多人注意到的 台新太阳卡 玫瑰卡 它是3.8%上限 3.8嘛 那还有蛮多卡 其实还是停在3.5 或是3的 所以他自己评估 大概到4 还是有人愿意支持 我可能还是 不会减卡了 因为我觉得4 也是一个还不错的数字嘛 那只是我觉得 观感的问题吧 大家就是觉得你原本 大家不要忘记 一年前 这个Quick Pay支援可是5啊 然后半年前降到4.5 现在又降到4 其实就是让大家感觉不好啦 那我不会觉得说 就要说再见了 这张卡 我就不用了 那只是呢 Quick Pay以外 那他现在不管国内 或国外 假如你没有iPhone的话 假如你的这个Quick Pay的上限 已经刷完了 其实这蛮高的 很难刷完 那他其实就是一张 平凡无奇的卡了 因为他这个海外 现在变成了 日本变成了 2.5%无上限 2.5%超平凡的好不好 因为一堆卡都3%以上嘛 那这个 这个有点可惜啦 就是你没有iPhone的人 大概 对我来说啦 那真的 联邦集合卡 这张卡是不需要入手了 那国内更是没有竞争力了 因为国内他就只剩下1% 有点可惜啦 国内的现金回馈1%的卡 多如牛毛 超过1的也很多 根本不需要用到他 好 所以讲那么多 我其实就 这个脸书又可以投票了 我们就想 好吧 我们就来很快的 投投票好了 因为脸书粉砖的投票 他三天内要结束 他是强制的 没有办法一直投下去 那可是因为在外面 有107万人 这个爆发力比较强 所以因此 很快就可以投 像我现在录音的 星期五早上 我昨天 大概24小时之前 挂出去的 其实现在投票 已经很快的 超过2000人了 我在社团里 其实是14天才2000人 爆发力不一样 好 所以我今天就特别录一集 因为这个投票 可能在这个周末 就会结束 脸书强制结束 那我把这个投票的连结 放在最前面了 因为这是粉丝专页嘛 是公开的 大家都可以去投 欢迎来表达你的意见 这是可以复选的 那另外其实还有两张卡 有所改变 我也顺便提一下 那一个是汇丰银行 最近新出了一张卡片 它叫做汇丰Live Plus 现金回馈卡 这个最近广告打得很大 就有很多KOL 有去参加它的记者会 然后都在写这篇文章 那它是号称在乐园 还有餐厅 最高有4.88%的回馈 那最近针对日本的餐饮 餐饮通路 餐厅 还有加码1% 所以最高可以拉到5.88%的回馈 那这个加码1%的部分 每个月回馈上限是200台币 200台币 所以最高就是刷到2万台币封顶 那目前为止我看这张卡 其实我没有看到 特别吸引我的地方 因为它看起来就是针对餐厅 然后针对部分的乐园 这个我还没有详细研究 那餐厅 然后其实大概刷到2万就结束了 我想到的问题是第一个 像是我很爱去吃的拉面 拉面这个东西 它不一定每一家都可以用信用卡 多半的那个自动卖券机 现金当然没问题 然后有一些可以用PayPay 这些电子支付 电子IC卡 可是未必每一间都可以用信用卡 我觉得假如是观光客很常去的 比较国际化的 大概没问题 那可是其他的蛮多 好像信用卡不一定可以刷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我不是很确定 每一个人你在去日本的一趟旅程中 消费的刷卡的习惯 你会花多少钱在吃东西上 然后花多少钱在购物上 我自己 当然每个人一定不一样 我自己其实看起来 刷卡比较大宗 我会花在购物上 那少部分是在餐厅 相对 所以这样子的状况下 我会不会为了 去日本的餐厅这部分的消费 故意颁一张回馈高的卡 然后他其实也只能刷到2万 我觉得不一定每个人都需要 可是当然你可能需要 你一半一个旅程中 你可能会追很多美其林餐厅 那一趟旅程 本来你就会花比较多钱 在美食上 那我觉得你可能可以值得参考看看 那当然这是我的意见 大家自己去评估 那因为他国内也有很多餐厅或是乐园 也是有他的高回馈 那只是我就是觉得 大家其实比较喜欢无脑刷的 就是所有东西 反正刷这张卡 就是一样回馈 我觉得现在信用卡 有点太专注于 那我在这个商店的时候 我就选这张卡来刷 那个商店就选那个 那我还只能选餐厅 然后他其实餐厅是用判定 他的那个信用卡的时候 有一个码 那个码要对 他才会让你回馈 这个有点复杂 我就不详细讲了 那所以我就觉得 我还会毛毛的 我在这张卡刷了 我还会不确定 他到底支不支援 会不会真的给我现金回馈 让我想这么多的卡 我就觉得不够无脑了 好没关系 反正这张卡 因为是新卡 最近广告也打得很大 所以我也把它放进选项里面 那另外还有一个状况 我们说这个集合卡 这个被改低了 那另外有一个Cube卡 这个Cube卡 他在8月到9月 推出了新活动 大家应该记得Cube卡 在7月以后的下半年 他有一点也是改低了 他的集精选从3降到2 那可是他 我觉得他可能是看到了一些冲击 所以他在8月到9月 推出了加码的活动 那这一样 有蛮多KL在宣传这个活动 然后就写着天花乱坠 可是又来了 我自己目前看起来蛮无感的 那我有没有感是取决于 这个东西我到底用不用得到 那首先跟日本旅游相关 他其实还好 跟旅游相关的东西 没有太多 有啦 就是Agoda 然后Klook 他有加码 因为他原本这个 旅游的部分 这些网站大概是3% 那他现在这个8月到9月 他有加码 就是他原本有4个权益可以切换 那他在8到9月 他新推了一个叫做优惠点的权益 又可以切换了 那他这一次主要就是指定一些商家 消费最高可以到8%回馈无上限 然后他还办了一些有趣的活动 就是你去消费这些商家 那还可以集张 搞得很像在攻略什么游戏一样 这点我觉得是还蛮有趣的 在他指定的这些商家里面 满3家你还可以再送你这个小数点 满5家送你250点 就是变成有点攻略的感觉 那这个指定期间他的里程积分转换 还会加码 那所以有在玩里程的人也可以考虑了 因为小数点转里程本来就还不错 这里差题讲出来 台新卡 台新卡不是最近推出这个新的玫瑰卡 跟这个太阳卡 然后3.8% 大家觉得还不错 结果瞬间他这个换里程就改二了 换里程的那个马上就变差了 大家就不是很开心 那其实这就是我自己没有这么喜欢玩里程 就是因为他说改就改嘛 我觉得实在是直接现金回馈 就入贷为安是比较简单的 好 就差题差出来了 那国泰Cube卡的这个活动 我觉得重点就是假如你用得到的话 那你再去用 那他很多 他就在这个权益里面又收集了一堆 可以加码的店家 那我先讲跟旅游有关的好了 他这个叫开心点 指定旅游平台跟乐园最高5% 像是Xpedia订房5 那客路 客路网站是4.5% 那Agoda3 Agoda3其实跟原来一样 那AsiaU这个订房网站4.5% 然后Booking.com3% 异大世界5% 剑湖山世界5% 九族文化村5% 好就这样 那其他其实都是几乎都是一些餐厅 那像是比方说我就念一下 星巴克 网品丰美食 这个5% 然后去喝酒的 指定酒吧跟餐酒最高可以到8% 什么台湖金亮啊 The Public House啊 赤坎中药行 这个因为我不会去我就不念了啦 好了 指定肉类餐厅 喜欢吃肉的人可以参考 这个是5% 包括了烧肉中山 这个在台中 然后大骨烧肉串作串烧 俄本松涮涮屋 桥山受洗烧等等 我一家都没有吃过 不知道该不该去吃 好 还有健康点 就是运动完之后呢 也要去做运动 像是这个指定健康 运动商户最高3% 健身工厂3% Word Gym 3% 泰鲁格 大鲁格对不起 大鲁格3% 那等等的 全真瑜伽健身 好 以上我念完之后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 我个人是蛮无感的 就是你自己到底用不用得到 是重点啦 里面对我们日本旅游的人 来说比较重要的 可能是客路吧 客路的4.5% 的这个回馈 应该算是还蛮有竞争力的 一个优惠 可是这也只限于8到9月啦 那你用得到的话 那就划算 可以来玩玩看这个活动啦 用不到 可能就觉得 嗯 这干嘛 这是什么活动 弄得那么复杂 我是觉得你就不用 我刚念过这个东西 你平常也没有在消费 其实也不需要故意去消费 为了活动 参加活动而参加活动 那你其实就是被他行销到了嘛 那你平常就用得到的话 那你就姑且参加这个活动 那当然我觉得很不错 好了 那最后就重新整理一下 跟大家讲这个周末 我们有在脸书粉专重新投票 你到日本 你会用什么样的信用卡 或是电子支付方式 这次大家都可以投了 不是在社团里了 那只是跟上次投票 几个很简单的变动 很快的再跟大家分享一次 第一个 多了一个汇丰的 现金回馈的 专门针对餐厅的信用卡 我把它加进选项了 第二个 是这个联邦集合卡 又降了0.5 你还会继续支持他吗 那他现在变成 其实我觉得还是堪用啦 只是看他这一年来 一直降下来 心里会不太开心 有点难过 也觉得其实这张卡 称为神卡 也一两年了 就大家对他 还有一定的感情 看他一路就是缩水 其实也觉得 一方面觉得可惜啦 可是其实 看多了信用卡 你就知道信用卡 这个市场就是这样啦 那他就推出一张卡 然后狂打 推这个半卡数 然后进来之后 也不珍惜这些客户 然后就开始 推别的卡 这个卡就下神弹 这种的循环 我们其实看的也很多啦 只是觉得有点 不声唏嘘 那再来第三个变动 就是Cube卡 我也不知道 是因为他前面缩水了 那现在他8到9月 又推出了一个 所谓的加码的活动 那只是这个活动 比较针对 台湾的一些餐厅 健身房 酒吧等等的 那针对旅游的部分 大概就是客户 然后booking 这些订房网站 那假如你有用到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 那就请大家考虑 以上这些改变的来投票 这个是可以复选的 那这个选项上的 所有的信用卡 或是电子支付 那到底是怎么样的 假如你还是不了解的话 那我都各自有写文章 那大家可以看 Podcast前面的连结 有这次的投票连结 然后信用卡 或是电子支付的 详细说明的文章 都在这前面了 大家在投票前 可以先详阅公开说明书 好 今天要讲到这里